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复义的吕英轩钥匙 我是担任今天的主持人部分 那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主讲人一天钥匙 那一天钥匙他是毕业于北医药学系 然后之后就前往了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就读放低 并且完成一年的PGY1的residency的training 那之后隔年回到母校 就是北医复义来担任了临床钥匙 那自从2014年到现在 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担任北医的心脏科的专科钥匙 然后在2018年取得美国心脏专科钥匙的BCCP认证 那2019年的时候担任北医的兼任讲师 那也有在开始在学校授课 那2021年担任台湾CCP的理事 以及Cardiology PRN的主委 那一天钥匙他曾经担任过就是家务病房 还有感染科的钥匙 那也有负责过抗生素管理的计划 并且在之后有到UIC跟UHELP STATE 有进修半年的时间左右 那回国之后就开始专注在心脏科的这个专科的部分 建立了北医复医的心脏科的临床钥匙服务 然后还有就是哈菲特派的钥匙服务等等 那同时他也有多篇的post 跟oral presentation在各大的就是学会 包含临床药学会 然后美国的心脏学会跟欧洲的心脏学会等等 那他有相当多的研究著作 发表在各大的期刊论文 并且于2022年获得ACCP颁发的 Cardiology Practice Research Network International Award 所以他的临床跟研究的经验十分的丰富 所以我们相信伊天钥匙应该会带给我们一个 今天一个精彩的演讲 那让我们来欢迎就是伊天钥匙 非常感谢伊轩药师的介绍 那也很感谢临床学会的邀请 那我先分享一下我的slide 稍等一下 好 请问大家看得到我的投影片吗 可以 可以 好 谢谢 下红 好 好 OK 那我今天的讲题 怎么想 好像没有办法到下一张 等一下 今天的主轴呢 我会分别提到不同分类的Heart Failure 那因为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分类Heart Failure 其实都会病人都会因此而住院 那而且其实在这几年 其实Half Path这一块领域其实蛮夯的 然后非常多的研究 然后非常多的研究以及越来越多药物推 就是来到市面上这样子 那 那在今天的演讲当中我也会带到一下 就是我们医院这个Post-A-Q的这个Program这样子 那好 那在讲药物之前呢 我觉得要先给大家一个就是Big Picture 就是说Heart Failure这群人到底他 他到底是一群风险多高的病人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就是左边 那我们一般来说ASCVD的患者我们会先做风险的评估 然后去决定后续治疗的强度 那你可以看到即便是very high risk ASCVD的患者 其实他一年会发生MI stroke的这个比率 其实大概就是10%左右啦 甚至更低这样子 但是你看到右边这个Bart 在Heart Failure的病人即使你是Stable 然后在门诊 这种Chronic Heart Failure的患者 一年会发生就是CVD或是心衰住院的这个比率 就有从10%起跳了 那如果你今天面对的是Post-A-Q Care 就是近期有A-Q Heart Failure这个Episode的患者 或甚至是Advanced Heart Failure的患者 你的这个一年发生这些重大事件的比率 其实可以高达40%以上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群病人 其实是风险非常高的一群患者这样 好那所以每一次的这个急性的这个decompensation呢 其实都会去增加病人后续死亡的风险 那所以我想Post-A-Q Care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希望可以让病人快速的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让他减少预防他之后再入院 那这样子其实就可以改善病人的survival 好那所以这样子的概念呢 其实在台湾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橘色这一条线 那橘色这条线其实是台湾做的一篇研究 那他把新衰竭定义为初次因为新衰住院的患者这样子 那所以他去去去看就说 这个heart failure incidence跟prevalence rate 那你可以看到prevalence的部分 我们从0.63一直到2016年1.4 所以这16年间其实就增加2.2倍 那这其实跟人口老化其实脱不了关系啦 所以你把这一个这样子的数字来做预测 那2050年盛行率就会到达4.45 那其实换算成人数大概就大约就会是80万人 所以这个burden是非常大的 那平均而言我们看最右边的这个bar 平均而言每四位男性就有一位在一生当中会得到heart failure 那女生的话就是每五位当中会有一位得到heart failure 那这样子的风险是随着年龄增加的 那这些病人呢 两年的死亡率 根据这篇就是台湾的研究 两年死亡率38% 四年死亡率52% 所以真的是相当高风险的一群人 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个就是实际的案例啦 这是一位林先生他51岁 51岁 那他这个来到我们的急诊 就控告人说船啊 咳啊 然后这个状态已经持续三到四个月了 那近一个月开始就是食欲不振 那近两天呢 开始有些发烧跟排鱼里亚的情况 那这位病人其实在20年前有spinal core injury 但是他其实还是可以走 那而且他说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进门工作 那同时有neurogenic bloodline 那有放这个sytostomy 那每个月就会来我们的这个病尿科的门诊来 就是换这个管路这样子 那同时他也是老烟枪 不过他说他最近开始戒了这样子 那在急诊的时候他就是conscious clear的 那vytosan也其实还算stable 血氧也ok 不过他脚的确是肿的 而且四肢是冰冷的 那他切的那个ct就是腹部的ct 他怀疑说有acute pyraniphyritis 那lab的部分 这个是急诊跟住院第一天的这个lab 那ycon跟neutrophil的确有升高 crp progesterone也是 iRNA有点prolong rtebrol BMP14000 那CKCKMB有一点miley elevator 但其实EKG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而且他也没有complaint 就是pain 那B1 creatinine的确是比悲善要来的高一些些 那hyponatremia 那liver enzyme的确也有升高 那比乳病跟lactate也是 那这是他在就是住院第一天的EKG Synostagycardia ST没有明显的change这样子 那他在进ICU之后做超音波 那他的超音波显示四个chamber 都是dilate的 那LVF25到30之间 另外呢 他还有一个严重的mitral regurgitation 可以看到这蓝色的地方 就是就是mitral regurgitation的的状况 所以是蛮严重的 那当时的这个differential 就是他有可能是dilated cardiomyopathy 或者是ischemic heart disease 所引起的这个heart failure 那后续有做24小时halter 那显示sinus rhythm 那以及VPC 所以以他一开始的impression 我们认为他是eurosepsis with pyelonephritis heart failure with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 而且有functional severe的MR 那underlying cost 有可能是dilated cardiomyopathy 或者是ischemic heart disease 那同时他有这个AKI的情况 那怀疑应该是跟心脏就是acute heart failure有关啦 所以是type 1的这个cardial renal syndrome 好 那我想就是在我们照顾这个心脏衰竭的患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病人他failure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因为后续出院的追踪 其实我们都一定routine都会问这些问题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林先生的症状还蛮典型的 那另外病人还可能会有端座呼吸啊 或是他跟你confirm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平躺睡 他需要电一两颗枕头啊才能睡着之类的 那poor appetite甚至是conscious change等等的 那其实这都是蛮常见的这个heart failure的症状 一些征兆 那这些症状其实都跟conjection跟low cardiac output是有关系的 那这张site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但是我只是要确保大家就是at the same page这样 所以我快速的讲过去 那其实当一个病人因为acute heart failure进来 做完echo之后你其实大概就可以知道病人是属于 哪一个分类的啊 那以2021的universal definition 也就是多个多家多国的这个新大医学会 开会所讨论出来的universal definition LVEF小于等于40就是half breath 那41到49是miling reduce ejection fraction the heart failure 那么大于等于50就是half path 那另外还有多一个分类就是improve ejection fraction the heart failure 那这一群人指的就是说你LVEF一开始是小于等于40 那之后经过治疗它进步了 那进步到大于40 那这两个就是这两次的echo它相差至少10这样子 那这种就叫improve ejection fraction fraction the heart failure 那后续欧洲和美国的心脏学会的definition 其实都跟universal definition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除了这个improve ejection f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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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eart failure的部分 大家有一点大同小异这样子 但我觉得无论如何啊 就是其实心脏衰竭的这个 这个decease其实是一个蛮 抑制性蛮高的 就是其实里面有非常多各种phenotype的病人 所以我们到底能不能就是用这个简单的一个LVEF的素质去 去分类这一群人 其实近年就是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这样子的分类方式到底是不是最好的这样子 那听说就是新一版的这个欧洲心脏学会的概念 他们其实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然后听说也有投票 然后听说就是好像差一两票吧 就可能就把这个东西给推翻了这样子 总而言之就是没有过 所以现在就是还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分类方式 但是以后会不会改 嗯不知道 就是VMC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照护Heart failure病人的时候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除了GDMP之外 另外一块就是你要找出这个病人 为什么会Heart failure underlying the disease 这非常重要 这跟GDMP一样重要 因为药物有它的极限 所以你Treat underlying disease 这两个齐头并进之下 才能够让病人的这个心脏的功能快速的恢复 也恢复的很好这样子 所以其实最常见 最常遇到的原因就是Esteeming Heart disease 那其实就是Hypertension Rhythmia 以及心脏伴膜 这种Structural的问题 大概前四种是 至少我们照护病人大概是 这第一个到第四个是比较相对比较常看到的这样子 那后面的像是Dietic Cardiomyopathy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或者是这种酗酒跟客药这种所造成的这种Heart failure 相对比较少见一些 那更不用说就是像Covid或Influenza 这种Viral的Myocarditis 这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那么再来就是Cancer的病人 不管是Chemotherapy Targeted Therapy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这些其实都有可能会造成就是Live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那我记得上次吴钥医师也有提过这个东西 那最后像Amylodosis和Sacardosis 这个真的很少见 所以大概在领床上我们比较会遇到 还就是以这前四种为主这样子 不过无论如何就是重点就是说 你要correct underlying的这个cost 那另外我们利用药物去降低病人的mortality 以及去预防轻衰再住院 因为其实这比例是相当高的 5年50%的死亡率 一年的再住院率可以就是高到40% 就看你看哪篇文献 就是那anyway就是基本上就是非常high risk的一群人 那当然病人的症状啊生活品质等等 其实都会经过治疗之后 会会会其实真的会有很大的改善这样子 那我快速勾入一下急性期的一些治疗啊 因为这是上一次的主题嘛 所以就是一些acute的一些management 我就不多讲 不过就是总的言之 因为eurosepsis 我们先上了这个flomosef 那congestion跟 congestion的部分就是ivifluorosemite 那其实病人大概住到第二天的时候 开始觉得它开始有点掉 那时候觉得应该是就是heart的问题 那所以上了非常low dose的dopamine 但是很快的就taper掉了 大概一两天就taper掉了 那当时就是心跳也偏快 所以但是不敢加什么veil blocker 所以先上了一个bladding 那因为怀疑有CAD的问题 所以aspirin以及这个copio growth后续也都加上去了 那因为这病人其实hemodynamic 还蛮快就会恢复到sable了 那个dopamine也非常快的就taper掉了 所以我们大概在第四天的时候 就把这个vosartan跟spiral lactone加上去 那当然使用的剂量 一开始不敢try太猛这样子 先从低剂量开始try 那后续呢 病人这个urine culture的这个结果出来 是pansensitive的e coli 所以我们就是deescalate to submetasum 那后续呢conjection的情况s光都有好转 所以furosemide IV就换成口服的 那gdmt的部分呢 除了本来的evribaladin involsartan跟spiral lactone 后续beta blocker也加上去了 因为病人其实就是慢慢稳定下来 那后续在一个 第二个礼拜的时候去做了心导管 那心导管显示没有明显的阻塞 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是eschemic heart disease 所造成的heart failure 所以方向就改为是dilated cardiomyopathy 那dilated cardiomyopathy 这个这群人呢通常prognosis不是很好 所以就决定要更积极的用药 所以在取得病人同一自肺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就把这个ARB转换成 就很快的转换成Trestal 那另外也加上Versigua 那在病人在住了大约三个礼拜左右 我就成功出院了 那他的体重呢 从bassan在82公斤 在出院的时候是66公斤 所以可见他积了多少水 那bassan其实也相对稳定啦 就是block pressure大概就是100出头这样子 那heart rate大约在七八十左右 那他的S光你可以看到 住院第二天跟第18天 你可以看到他的heart size缩小很多 那congression的状况也变得比较好 那nteproBNP也从14000到1900 那当然当初做的这个echo也有看到severe mitral regurgitation的情况 那决定 因为当时认为是functional啦 所以决定先药物治疗 看看他会不会就变好了这样子 那后续再考虑 如果还没有改善的话 就是考虑再做bibble手术这样子 好那所以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药物 post acute care就是药物治疗的部分 那我想这些药物大家应该都很熟了啦 因为这已经在市面上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久了 那从30年前我们就有ACIARB 那2000年的时候我们有了BetaBlock和MRA 就是开始在heart failure这一块有角色 那在10年前 Arnie出现 就是他打败了 当时打败了ACEI 其实大家都还蛮兴奋的 那在5年前呢 HGLT2成功的DAPA heart failure 以及EMPR reduced trial 显示他一样可以有效的降低 heart failure患者的死亡率 以及在住院率 那其实这些药物之所以会这么的有效 其实就是阻断了我们这个 Neurohormonal activation的这个vicious cycle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当Cardial output 就是OB dysfunction的时候 你Cardial output当然就会变差嘛 那这时候所激发的 就是身体正常的保护机制 就是去activate Raining angiotensin adult cellular system 以及activate我们的脚软神经系统 那所以他所伴随而来的就是流纳流水 可以这个增加vascular resistance 维持一定的血压 那同时呢增加heart rate 增加contratility 期望可以维持一定的Cardial output 但是这一些 这一些就是正常的生理机制 到最后其实都会增加 我们的preload以及afterload 所以到最后其实对于心脏 都是一个负荷 那所以这些药物就是在不同的这个step 去阻断了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呢 就可以改善就是这个心脏衰竭的 这个progression 那另外呢SGLT2除了它 藉由这个naturesis 以及dioresis 去改善这个sodium water retention 以及blood pressure之外呢 它其实还有就是间接有抑制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 以及它有一些所谓的metabolic effect 那除了减少incident resistance之外呢 它其实可以增加就是体内的keton bodies 那其实这对就是心脏这个整个能量的这个 利用率来说其实是会提升的 那整体而言它可以降低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oxygen consumption 以达到就是对于这个一个正在衰竭中的心脏 会有一些帮忙这样子 好那所以其实过去的这几版的heart failure guideline大概 应该说这几年的heart failure guideline大概都很一致的建议 只要是heart failure 的患者 在post acute care 的阶段 应该要使用四大座的药物 4 pillars, 5 pathways 那就包含了我们的RAS inhibitor 包含ACR,ARB,ARNING 第二大座是Val blocker 接下来是MRA以及SGLT2 inhibitor 这四大座的药物 那当你使用这四大座的药物上去 它的对于survival的benefit是可以累加的 那整体的relative risk reduction 可以高达76% 那我们面对一个acute heart failure的患者 我们把刚刚这些数字转换成absolut risk 那一个acute heart failure的患者 它一年的这个 让它稳定之后 它一年你如果没有给这些GDMT 它一年的死亡率是17% 当你给了四大座药物之后呢 它的死亡率可以掉到4.7% 所以是这些药物的效果对于mortality的帮忙是非常好的 那不过当一位就是acute heart failure的患者 我们成功让它就是稳定出院 但它其实在出院后的这几个月 其实相对的风险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它仍然处于一个很脆弱的状态 那这是一篇美国的回溯性的资料 他们是看2007到2018 因为这个half-ref住院的患者这样子 那他们所看的outcome就是30天内死亡 以及在住院的状况 那他们发现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 会在30天内就是去世 或者是他又在入院这样子 尤其是属于这种 worsening chronic heart failure的患者 那他的风险是相较于denoval heart failure的患者要来的高的 好那所以其实我觉得post acute care for这些heart failure的患者 其实最核心的概念就是early titration 以及transition of care 只要病人hemodynamic stable 意思就是说他已经 enotropy已经停掉了 血压大概有100左右 那他的diuretics dose也稳定 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思考 这病人是不是可以加上 刚刚所说的死打住的药物 那情况允许的话 最好就是在几天之内全部把它加上去 那出院之后呢 建议就是一定要两周之内就追踪 然后再评估说他的这些药物能不能够再optimize 我们能不能再把就是 呃这些gdmt的计量给加上去 好那为什么越早开始越好 那这是有evidence的 好我们先看Beha blocker Beha blocker过去的study 有一篇叫copernicus study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绿色的这一条线是carvedidol 蓝色是placebo 你可以看到carvedidol跟placebo 这两组呢 它在死亡率上面呢 其实它的曲线非常早就分开了 大概三四周的时候就分开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就是Beha blocker 它对于死亡率的帮忙 其实很早就会开始出现 那ARNI也是一样 parania heart failure study 它是比较这个ARNI和这个ACEI 那一样它的 它这个primate outcome的这两条线 其实大概两三周的时候 就也开始就是分岔开来了 那MRA跟SGD2 inhibitor也一样 emphasis heart failure study 那可以看到它其实在一个月内 其实ablarinol的效益也渐渐的显现 那么DAPA heart failure study呢 显示在随机分派后 第28天DAPA glyphosin组呢 其实在primate outcome 已经显著的低于这个placebo组了 所以综合以上四个就是大型临床试验 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四大座药物 其实在使用后一个月内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处 而且是heart outcome的好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early titration early initiation跟rapid titration的这个概念呢 在2022年的这个strong heart failure trial 达到一个就是他们真的发挥到极致 你看到这篇trial就会觉得 哇塞他们怎么厉害这样 那他主要的目的是在探讨说 因为探讨因accute heart failure住院的患者 那如果我给就是应该说 这个高强度的这个high intensity care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去预防这些不良事件发生 那安全性又是如何这样子 所以他们总共收了1800位 acute heart failure患者 不分LVF 就是40以上40以下其实都有收这样子 那只要病人hemodynamics stable 然后antiproviap大于1500 然后他的这个gdmp的dose 也还没有被optimized的话 他就会拿入 那他一样1比1的这个随机分派这样子 那high intensity care这组呢 在出院前两天 就把他的gdmp加到target dose的一半 那在出院第一周呢 他会做一个safety check 就是评估病人的一些 我等一下会说他们会评估什么 然后第二周呢 他就会把剂量从half dose加到target dose 那后续呢第三周第六周也会再做safety check 那主要的primate endpoint呢 是看180天的这个死亡 以及性衰的再住院 好所以他们在后续追踪的时候 会看几件事情 包含病人的血压心跳ntipro bnp 以及肾功能还有这个这个 血甲 那如果说病人的ntipro bnp 上升大于10% 或是harray小于55 或是sbp小于95 他就会暂停上调biot blocker 并且增加这个力量剂的剂量 那如果说呢 病人的sbp小于95 甲带于5.0 或者是gfR掉到30以下 他就会暂停上调这个rass inhibitor 以及mRNA 那否则的话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情况的话 他就是把它调到4 dose就对了 好那所以在第 我们直接看第180天的地方 红色的bar是high intensity care 蓝色的bar是usual care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第180天的时候 rass inhibitor titrate to full dose的比率高达50% 那bass blocker也是大概四五四十几 那mRNA的话高达80% 接近90% 那比usual care其实高出非常多 那在180天的这个how outcome 其实这样子的dose situation strategy 对于how outcome的确有帮忙 你可以看到high intensity care这一组 它的这个 event free survival 是比较高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它这样子的模式呢 可以减少就是病人的在住院率或者是死亡率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primary endpoint的差异呢 主要其实是来自于预防的在住院 在死亡的部分没有明显的差异 那这个high intensity care这一组呢 在antipro BMP functional status以及病人主速症状 也都有明显的改善 那另外我们关注的是safety的部分 那在safety的部分的话呢 在high intensity care这一组的确比较多 尤其是hypertension, hyperkalemia, renal impairment等等 那safety的确比较高啦 但是severe就是sae啊 以及这种fatalae啊 这两组其实没有明显的差别 那所以其实这一篇就是支持的这样子的一个 early initiation以及rapid titration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回到林先生这个case 那他在出院的时候他的带药 我们四大柱的药物给了三大柱啊 因为他这一次是一个eurosepsis住院嘛 那所以sglt2 inhibitor 我们决定先不加上去 那所以使用了非常low dose sparallectin, ARNI以及这个bill blockers 那因为病人的血压其实大概就是 出院的时候大概就在90-100这样子 所以也没有办法把它抬吹到很高 那heart rate是55-75 那他除了这个first line的药物之外 同时我们也使用了second line的药物 包含everbrotene以及这个low dose的vary sequat 那look diuretics的部分 其实已经taper到很低了 那因为他其实在出院的时候 其实congestion sign其实已经好很多了 那在出院第一周的时候 我们有评估病人的状况 这个病人的他的drug adherence 其实还不错 那在家里的血压大概就是90 那heart rate其实偏快 就是100上下 那他的体重呢 没有增加 还有点掉 大概掉了1公斤 那询问病人有没有相关的症状 他其实没有水肿 也没有chest tight 那是disney啊 这些其实都没有 而且他的体力 他还可以啊 就是他还能回去工作 那也能够提一些重物这样子 但是他以往工作整天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现在工作半天 就会觉得他就是 就想要回家了这样子 那不过他平常日常生活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子 不过当我问到他有没有头晕的状况的时候 他就说 他骑车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晕 然后 而且会有点眼前发黑 我就觉得嗯 有点怕怕 但是他 幸好他没有什么sinkhobe的episode 那reo function跟Hotacium 其实也都还在正常范围之内 那其实当时是8月份 其实天气蛮热的 所以其实有点担心 他是不是有点厉害追选这样子 除了血压偏低之外 然后又会头晕 所以这其实是symptomatic hypertension 那怀疑跟dehydration有关系 好 那其实这个状况 其实在posterqcare的阶段 其实是蛮常遇到的 那所以在急性后期照顾的部分 我觉得除了就是遵从指引所说的做法之外 你还是要把一些个人的因素给考量进去 那所以其实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做spending function 那他就是把 把这个收入跟支出的概念 带进了心衰竭的治疗 那所以你可以把病人的血压心跳 肾胜功能 甲离子 然后以及他的经济能力 都当作一种存款的概念这样子 那所以如果你存款多 你当然可以尽量花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尽量的用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存款不多的话 你就要就是 就是斟酌这样子 要避免过度消耗 所以其实像这个病人呢 他其实阿瑞 real function potassium 甚至经济能力也都还 也都不错 唯独就是他血压就是不太好这样子 好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知道 就是这些药物它的 你使用这些药物 它的你可以得到的benefit 以及你用了之后 你的支出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以他的状况来说 像是ferosemite 这种对于死亡和再住院一点帮助 都没有什么 其实就没什么帮助的药物 而且他还有可能会让他血压 就是不稳定这样子 所以这时候如果他没有什么 congestion sign的话 其实你可以大方把它拿掉这样子 那反观像是其他的 像是这个RAS inhibitor这些的 他对于死亡率是有很大的 帮忙的 所以 虽然他会造成低血压 但是我宁可先把 Ludarinis打掉 我也不想要去 动RAS inhibitor 除非真的是已经 没有没招了这样子 那另外呢 像是你就可以开始思考说 不会影响血压 但是它还是可以有一些 benefit的药物 像是Everbloody 它不会影响血压 但是它对于死亡 那个再住院率是有些帮忙的 虽然对死亡率 没有什么Effect 但至少对于再住院是有一些预防效果的 那就可以考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 就是把它做Docytration这样子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好那所以其实hypotension这件事情呢 在心衰的治疗里面 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clear的definition 那在临床试验当中 基本上是有症状的低血压 才会有临床的意义 所以意思就是说症状比血压 这个数字更重要 那所以hypotension在这个Heart failure病人 其实有几个因素啊 第一个就是它LVF太差 就是systolic function太差 然后它的LVF所造成的LVF 或是它有hypovolemia的情况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药物所造成的 那再来就是Vasal reactivity 像是一些共病也有可能会改变 这个让血管的一些有功能性的一些改变 像是糖尿病就有可能 那所以anyway 那在血压跟Heart failure这个这件事情呢 其实过去有不少研究 那这个是一篇就是瑞典的registry 那它收了4万名的Heart ref的患者 它去探讨说这个Base sign血压跟育后 还有这个GDMT dose之间的一些关联性 那他们发现当Base sign的血压越低 越右边意思就是风险越高啦 所以到Base sign血压越低 那其实这个病人整体的风险是越高的 但是呢我们看到即便是SBP小于90 或是Base signSBP小于90的患者 如果说你可以用上GDMT 而且你有办法把这个这个计量往上拉伸的话 其实相对风险是会降低的 所以对于Base sign如果血压不是很好的患者 其实你可以优先选用就是比较不会影响血压的药物 譬如说MRA和SGOT2 inhibitor 这两个相对比较不会影响血压 那有的时候甚至当你使用上GDMT之后 病人的血压其实不减反症 你可以看到左上这个框框 Base signSBP小于105的患者 在使用MRA之后 其实它不一定会掉 它其实还有可能会往上拉伸 因为原因在于说 就是当你的Cardial output 就是你的Venture function进步的时候 你Cardial output就会增加 那你其实血压就会回来 基本上在HGOT2也看到这样的现象 在左下角可以看到 不管Base sign的血压多少 其实这些药物对于 这些Event的预防效果 其实都是一致的 所以面对低血压的患者 我们当然要先评估它有没有症状 那如果它SBP小于90 SBP小于90 而且有症状的话 OK你这个时候真的要do something 那会建议优先调整 就是不是是大助的药物 譬如说CCB 就是可以把它拿掉这样子 那如果说有Loop Diabetes的话 如果病人没有Congestion 那当然就是也可以把它Taper 或甚至是拿掉 那如果这些方式都 都还不行的话 你这时候最后才会去把脑筋 动造这个四大助的药物 那所以最后你就可以依据 这样子的Algorithm 去评估病人的血压、血价 以及胜功能等等的去决定说 你可以优先停掉哪一种四大助的药物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患者呢 后续呢我们就跟医师讨论 那毕竟它其实真的没有什么Congestion 那所以就是建议可以Taper掉这个Furosemite 那因为血压相对偏低 其他的其实不太好调 那但是因为它的Heart Rate真的是偏快 所以我们就是决定 把这个Algorithm给往上调 这样子 那后续再Follow它的状况 其实它就后来就没有这个什么 头晕的情况了 那体力也慢慢的恢复 它现在工作一整天都没有问题 那可以提重物爬楼梯 然后睡眠品质也还不错 那血压的部分大概就是 还是就是在100左右这样子 那Heart Rate大概7、80 体重的部分的话 它戒烟之后就是食欲变得很好 那所以就是搭吃特吃 那我没有确认它没有Congestion 所以这应该就真的是肥肉这样子 那心脏功能的部分呢 在治疗了大约4个月之后 其实LVF有恢复 本来大概20剂 现在就是40剂 那所以它算是Improve Injuration, Fresh and Heart Failure 这样子 那不过Metal Regurgitation的部分呢 那从Servive Brands Moderate 那所以医师其实有跟大家提 是不是要去做手术 或是做Metal Clip这样子 那Etipro BNP 从出院的时候的1900 然后到后来变成380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病人是有改善的这样子 那另一个临床上会遇到的问题是 就是病人有CKD啊 这功能也不好 那在台湾 Heart Failure的患者 大约有三成的是有 合并有CKD的状况 那从国外的研究显示 就是CKD其实是会增加Heart Failure 个体的病人死亡的风险 而且因为这个疾病摄取率又很高 所以它对于这整个population来说 是预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如果病人合并有CKD的话 当然HOT2 inhibitor和R 你就会是非常好的一个药物 因为它有额外Renal Protection的这个效果 我们从Emper Reduce Trial 其实就可以看到 虽然一开始这个EGFR会掉一些些 但是其实长远而言 它其实是可以维持 就是而且减缓它下降 减缓EGFR下降 那Arny的话其实也是 跟ACIARB相比 它其实这个EGFR下降的幅度 其实是相对是比较小的 那这其实也反映在Haraocom的部分 那包含了EGFR掉50%以上 N-stage Renal Disease Progression to End-stage Renal Disease 以及Renal Death的部分 不管是HOT2 inhibitor还是Arny 它都有就是显著的这个预防的效果 所以积极的使用HOT2以及Arny在这一块病人 我想不仅对于心脏有帮助 对于肾脏也是有帮助的 那当然在这一块病人 就要小心的Monitor 那所以我想这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使用过后 如果Creatinine Double 或者是Protossian大于5.5甚至6.0 这时候当然就是要去考虑 是不是要暂时hold这些Rest inhibitor以及MRA 那在使用HOT2 inhibitor的时候 其实当然也要去matter病人的肾功能 当Creatinine Double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要去做仔细的Evaluation 以及考虑是不是要暂时暂停这个HOT2 inhibitor 好那所以当病人没有办法耐受First Line Therapy 或是你觉得你做Dose Titration遇到瓶颈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考虑Second Line Second Line Agent 那Second Line Agent其实包含几个 像Everbladding 当这个Beta Barker没有办法用上去 或是已经在用了 但是它HOT2 inhibitor仍然大于70 Incidinous rhythm的话 那当然就可以考虑这样子的药物 那在瓶层上使用它真的副作用真的蛮少的 嘿 就是真的是蛮well tolerated的药物这样子 那Dose Titration相对现在真的用的比较少 因为当然大家都知道Toxicity的问题 那除非说这病人EF真的很差啦 或是还合并有Uncontrolled Atrial Fibrillation 那可能就会考虑这个药物这样子 但就是绝对不会是一线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Hydrosin Nitrate的部分 那这个二线药物基本上主要Benefit的族群是African-American 那不过如果说这病人有就是Uncontrolled Hypertension的话 你当然就是也是可以考虑这个药物 那么再来就是Verisigua 那Verisigua的话它是一种 就是Solubal Guanule Cyclist Stimulator 那它其实可以预防心衰的再入院 虽然对Motarty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忙 但是它可以预防再入院 那这个副作用其实蛮少的 虽然说它这个可能会影响血压 但是幅度其实不大 而且主要都是在初期 那在临床试验里面 就是Verisigua跟Verisigua这两组的血压差 其实只有1到1.5毫米共座而已 所以真的差的有限啦 所以在实际临床上使用的时候 其实真的病人的这个耐受度也都蛮好的这样子 好那我发觉现在已经7.5 我要开始赶了不好意思 那所以我们都知道有这么多好的药物 但是实际上我接受 接受这些药物治疗患者的人数 其实不比我们想的多啦 这是美国的一篇 Champ Heart Failure Registry 那他们发现呢 就是红色的BAR是没有禁忌症 然后也没有用药的人的比率 所以Rex inhibitor有大概两层的人没用 Belbulker三层 MIA六层 所以其实蛮高的 那在亚洲国家也是有类似的状况这样子 而且DOS基本上通常是不太够的这样子 那我们医院呢 其实对于Hard Failure这个 这个照护的品质呢 就是希望能够提升啦 所以就是有成立了新衰竭的团队 那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 那我们医院的新衰竭团队是由我们心脏科医师 药师、药师、药师、各管师 还有就是我们的远居团队和物理教师 有组成的 那其实我们收案条件基本上就是比照 健保署的即兴后期整个照护计划的这个架构在进行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个案管理师会筛选病人 就是筛选条件服务的病人 然后会通知我们各团队收案 那我们就会在出院之前呢 去评估病人状况以及做卫教 那出院之后基本上就是追踪的期间就是六个月 那会评估病人的生活品质啊 心肺功能啊 营养状况以及用药等等 我想这个很多医院在执行呢 我就快速的带过去 那基本上在药师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在病人出院之前一定会做 一定会做这个用法连关性评估啦 那而且就是确保说病人在出院之前有使用上四大柱的药物 并且完成第一次的卫教 那之后呢我们就会交班给门诊的钥匙 就是钥匙门诊的钥匙啦 那钥匙门诊的钥匙就会接手 那他后续呢就会追踪病人的Vital Sign 以及就是Heart failure的症状 以及相关的一些检验检查的一些数据 那去评估说这些GDMT我们有没有机会优化 那另外会去评估说病人服药配合度啦 以及有没有出现一些副作用 那同时呢我们会去注意说病人有没有使用一些 可能会增加兴衰风险的药物 譬如说像NC 啦 这个 Non-Dihedropin 定类CCB啦 1C的药物啊 或是Jone Daron TCD 以及ZaZa Flipping这些药物 那当然饮食的部分我们也会追踪 不过我想要提一下这件事情就是 这一个建议在今年的ESC有更新 那以往我们都认为说 它非个患者我们要陷水跟陷炎这样子 那但是其实过去几年的一些研究 发现严格的陷水陷炎 对于奥康好像没有帮忙 那所以呢今年ESC的这个专家的这个 Expert Statement Expert Consensus Statement 他们就决定放宽了 所以我们看下面的这一块 Acute Heart Failure的这一块就好 它基本上建议是 Suggest Normal Intake 那什么叫Normal呢 你的Normal跟我Normal可能不一样这样子 那这边的Normal指的是Soldian的话是1.5到4克 所以你换算成食盐 换成Salt 就还要再乘2.54 所以就是4到10克的Salt 4到10克的食盐这样子 那10克到底是多少 10克大概就是不到2茶匙这样子 那我们台湾人大概平均一天 食盐的摄取量是平均是8.3 所以其实没有超过 但我觉得下面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要确保这病人Soldian intake 是小于Urin Soldian output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在门诊的状况 可能有一点难以客观的评估这样子 那而且其实每一个病人状况不同 如果是自己煮饭了 可能真的还可以去注意 你自己到底一天吃进多少盐巴 可是如果是外食的人 大概很难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那所以面对一个就是刚出院的患者 他其实还在一个相对vulnerable的这个状态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适当的限制 还是会需要 你还是要提醒一下病人这件事情 那除非说他已经真的很稳定 他已经就是出院三四 就是四五个月之后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症状 然后这个vital sign也非常稳定 也没有conjection 那我觉得你可以放宽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这个 Full intake的部分 那他一样 suggest normal intake normal指的是1500到2500这样子 那除非说变有hyponatremia 那我就会建议小于1500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只饮食的状况 其实也是要 医个别 医个体而要有所调整 好那所以 以上是我们就是会 评估的几个大面向这样子 那从2018年算起 截至2023年 那我们新衰竭钥匙门诊服务 大约226位患者 那蓝色红色绿色是我们医院的数据 黑色是其他哈菲伟生的数据 那基本上病人在出院的时候 大部分都其实已经接收到 REST inhibitor beta blocker以及 MRA了 那我们是在2019月 就是ESC该来更新的时候 把SGLT2加进我们的protocol 所以在出院的时候 这是之前的指导 大概是出院的时候 大概是七成的使用率 现在应该有到八成 那在出院后六个月 基本上GDMP的使用率都有维持住 那SGLT2 现在比较新的数据应该有百分之百 这样子 那在服务药配合度的部分 在药师介入前 其实Low Adherence Rate非常的高 有将近五成这样子 但是在卫教之后 其实病人都可以 大部分病人都可以了解 这些药物的重要性 所以在后侧的部分 可以发现Low Adherence Rate 调到10%左右 那在LVF以及 NTPO BMP的部分 基本上在照护之后 都有这个进步 那在Functional Class 以及6MWT的部分 也是一样 也都有显著的进步 那在死亡率的部分 1年的死亡率是8.3 那其他 就是具有差不多的 相似的Patient Demographics的 这个Registry的数据 大约是在10到15% 那这边的这个TSOC 它Registry是旧版的 那新版的因为还没publish 所以我没办法放在这里 但是它的Metal Rate大概是12%左右 这样子 所以大概还是在10到15%之间 这个范围之内 好 那 接下来我想要抢一下就是 Preserve EF 跟Modly Reduce EF 的药物的部分 因为 这部分有更新 那 所以想要提一下 好 所以这是美国流病的资料 为什么这一块受到 堵目呢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Half Path 住院的人 的比率 是在上升的 你可以看到蓝色这一块 是逐年在上升 那当然这可以归因于 几个因素啦 第一个就是 对这个疾病的 awareness 增加 再来就是 诊断技术进步 再来就是 人口老化 这件事 还有 有metabolic syndrome的人 变多 所以 就是 呃 这一块病人是 在 增多的 那另外这一块 这个Half Path病人 他的prognosis 也不是很好 你可以看到他一年的 这个 死亡 或者是在住院的 比率其实 高达25 那 这个Half Path 这群人 跟Half Rob 其实有一些不同的 这个Phenotype Half Path呢 主要是高龄 女性 然后 Eschemi 和Deseed 相对少 那 比较多的 反而是 这个 Atrial Fibrillation 以及Hypertension 那 当然 肥胖的比率 其实也多 这样子 那 Half Path 这群人的 这个 致死的原因 又跟Half 而且就是跟Half Ref 不一样 Half Ref呢 其实有八成以上 都是新阴性死掉的 就是因为Waternity 或者Southern Cardiac 但是Half Path 有四层 有四层 不是新阴性的 它有可能是 Infection Cancer 然后 这个 Respirative Failure 或者是 这个 Infection 这些的 所以 Half Path 这一块 我觉得是比Half Ref 这一块 更 Petrogenous 的一个 population 这样子 但 总而言之 就是目前 的治疗呢 一线用药 就是SGLT2 Equipitor 那 目前的建议就是 越快加上去 越好 你如果在住院基金 可以加上去 那当然最好 那 其他的药物 如果你 EF 是小于55 的话 你其实也同时可以 考虑MRA 以及ARNI 那如果没有办法用ARNI 你可以 退而求其次用ARB 这样子 但总而言之 这些药物 其实 建议等级的强度都不高 都只有2B 这样子 那 之所以会 只有 只有2B的原因在于说 他过去的 领床试验 不管是ARB MRA 还是ARNI 其实他在Primary Endpoint 部分 都是失败的 在 EF 大于40 以上的 这个Category 它 就是效果 都是 Neutral 的 Study 不过一些 secondary的 Endpoint 像是 这个 新衰 住院 其实 其实是有一些效果的 ARB 跟MRA 其实是可以减少在住院 尤其MRA 其实这篇 Top Cat Trial 在不同的区域 其实结果非常的不一样 那 Paragon Heart Failure 是ARNI 比上 朗沙天的这个 这个 Study 虽然他的 Primary Endpoint 是Neutral的 但是 他们在Supro Analysis 发现在 这个 女性啊 或者是近期有住院啊 或者是LVF 小于57的人 是有效益的这样子 那 所以 嗯 在 嗯 比较传统的 这几 这几个药物 其实 嗯 并没有在 所有的HivePath 画者都有看到 一致的效果 那反过来说 SGLT2 我们都知道 Empere Preserve 跟Deliver Trial 就是做在HivePath 这一群人 那 那他在CV Death 以及Heart Failure Hospitalization 这个合并指标呢 两个药物 都有显著的效果 那 主要的效果 还是来自于 Heart Failure Hospitalization 这两个药物 对于CV Death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效益是 呃 比较小 那在HivePath的部分呢 除了药物之外 Hormobility Management很重要 这个在2023年的 ACC Expert Consensus Pathway 里面就有 呃 蛮大一个篇幅 在讲这件事情 那 呃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其实HivePath的病生理基短 其实没有像HivePath这么明确 那 呃 有一部分可能跟这些共病有关系 那这些共病其实也会影响 HivePath病人的outcome 那所以以呃 我就 以OBESITY来说好了 就是 针对OBESITY这一群人 就是 积极的减重 其实是会 改善病人的Hemodynamics Functional Status 以及Quality of Life 那有氧运动啦 饮食控制啊 减重啊 这些其实 呃 呃 对于病人的症状 其实都有好处 那另外呢 Semaglutide 以及Terzapatite 哦 在HivePath这个族群 哦 现在有临床试验 而且结果是正向的 那 因为Terzapatite 这个要它 呃 完整的结果还没有整个publish 所以我今天讲的会是这个 Semaglutide 那Semaglutide做的是这个step HivePath Trial 那它所收的是EF大于45 而且有肥胖 就是BMI 大于等于30的患者 哦 那它随机分派到两组 一组给Semaglutide 2.4mgq-week 另外一组Pacebo 那为期52周 那 呃 主要的Endpoint呢 是KCCQ的变化 那 KCCQ的分数0到100分 分数越高代表 症状越轻微 身体的限制越少这样子 所以越高越好 那 使用Semaglutide的时候 呃 使用Semaglutide之后呢 KCCQ是有明显的进步的 那 这个体重呢 当然 就是有明显的下降 这个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 再来就是 嗯 Heart failure event 他的 他的 exploratory analysis 哦 就是 发现 Heart failure event 在Semaglutide这一组 是 有比较少的 哦 那不过 因为这个整个trial 人数 就才500多人 所以他的 clinical event number 当然就很少这样 你可以看到才1和12 这样子 所以你其实很难 光从这个study 有什么明确的结论 那 呃 对于Heart endpoint 没办法下一个明确的结论 不过他后续还做了 就是这一篇study 他排了DM的病人 他后续有一个 Sephive path DM trial 就是 揽化DM的病人 所以他做了两个版本 这样子 然后 Ompoint一样 然后结果差不多 好 那后续呢 就是药厂 又做了一个 Poor Analysis 它就是把四个study 就包含Select,Flow,Step-Half-Path 以及Step-Half-Path-DM-Trial 总共3700人 那它把就是里面 就是这个有Half-Path-Hormorated-Reduced-EF的病人的资料 挑出来去分析这样子 那它所看的Endpoint呢 是Cardiovasculate Death 以及Worstening Heart Failure Event 那Overall来说呢 这的确对于这Half-Outcome Cardiovasculate是有效果的 那一样主要好处 是来自于Worstening Heart Failure Event的减少 对于Cardiovasculate Death 是没有明显的效益 好那最后一个我要提的药物是Find-Marathon 因为这个9月这个在欧洲心脏学会的年会 最爆满的一场 最爆满的一场就是Find-Marathon的肠 所以一定要去这样子的 那Find-Marathon它是Nosteroidal的MRA 那跟传统的Spiralactyl和Pharonin不一样的是 它对于Mineral Coal Receptor更有选择性 而且就是它这个对于 就是应该说它在心脏和肾脏的分布 其实更均匀 那另外呢因为选择性挺强 所以它比较不会有一些什么男性女主症的副作用 那另外它对血压的影响也是相对比较少 Hyperkalemia的副作用也相对比较少 好那这一次对火红的Study Find-Arts Heart Failure Trial 它收的是LVF40%以上的这个Hard Failure的患者 那它总共收了6000位 那一组分到Find-Marathon另外一组之后的CBOX 那Find-Marathon这一组呢 要看剩功能来决定剂量 如果剩功能大于60的话 那就是才却除40毫克 如果EGF小于等于60的话 就是才却除20毫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使用的剂量是DKD是印证的两倍 好那Primary Endpoint是CVDAT 和Total Heart Failure Event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Find-Marathon这一组 就是先注降低CVDAT 和Total Heart Failure Event 那一样好处是来自于 Hard Failure Event的下降 CVDAT一样是Neutral的 那所以这跟过去的Deliver 和Emplified Preserve是一致的 那在Safety的部分呢 那Protossium的上升 Protossium的上升 的确比较多 那不过没有人因为这些Event而死掉 所以就是没有严重SAE 就是严重SAE没有差别 这样子 那血压的部分呢 的确Find-Marathon这一组 稍微低一些 跟安慰剂组的差异 大约是3到4个 Omg数 那无论如何 就是这个成功的试验呢 过去MRA在 Mind Reduce 以及Preserve Ejective Feature of Heart Failure的角色 是Class 2B 专家认为 在这个讨论Publish之后 有可能会变成2A 这样 好 那 好 我终于讲完了 不好意思 讲不太久 那 总而言之 对于这个Post-Acclucan Heart Failure的部分 在LVF小于等于40的患者 那 我们会建议出院前开始使用 RAS inhibitor Bioblocker MRA 以及SGLT2 inhibitor 那 建议出院之后 仍然应该要密切追踪病人的状况 并且积极地去做Dose Tiltration 以及药物副作用的评估 那 如果病人没有办法 Tolerate First-line Agent的话 那我们就要开始思考 是不是有机会 选上Second-line Agent 那 在跨准推照护 以及生活习惯调整的部分 我想 不管是哪一个分类的 Heart-Value病人 应该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 在Heart-Value病人的部分呢 因为 Non-Cardial Death的比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其实 Comorbidities Management 是在这个分类的患者 其实更重要 那 SGLT2 inhibitor 在Heart-Value病人的患者 应该越早使用越好 那另外呢 这一类病人 如果他有obesity 或是DM的话 你要考虑使用GEOP-1 Receptor Agonist 那 尤其是现在SAMP-Value病人 我们已经有证据了 那 Traceptide的话 等年底 听说年底会出来 那 不过 Anyway 就是GEOP-1的这个 Recommendation 在 呃 今年的 台湾新浪学会的 Heart-Value病人 其实已经有写出来了 那 最后呢 热成层的 Find and Renown 相信 之后 应该会被加到 盖蕾里面 那 所以 以上是今天 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 非常 非常谢谢 一天药师 非常 呃 就是完整的介绍 这样子 然后 在 因为问题有点多 那 所以在 就是 帮大家询问问题之前 先提醒大家 大家要记得去填写那个 就是满意度调查的部分 这样子 好 好 那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我们的 提问的部分 那 首先是 就是 呃 有一位同 朋友 线上的朋友 有询问到说 就是 在2023年的时候 有一篇 就是coho study 就是有指出 嗯 H2 blocker 再加上 Bella blocker 然后在重症的 性酸痣病人 能够降低 全因性的死亡率 然后 但是因为我们 目前 在哈飞的 呃 指引都没有提到这个部分 所以想问说 不知道是否有 临床上的经验 这样子 我们目前没有 没有 对啊 没有 没有兴趣 这是 这是什么文献 我们 我们在 practice的时候 我们其实没有 没有考虑什么 就是 没有考虑H2 blocker 这一个部分 就是 对 所以就是基本上 是看病人 有没有就是一些 GI方面的 indication 这样子 不然不会 就是 Empiric把 就是H2 blocker 加上去 这样子 嘿 不过如果 这位教师想要分享一下一些 detail 我觉得也很欢迎这样子 好 我刚刚只是有上去 简单的看一下 这是去年发表 应该是 China那边的记录 这样子 但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仔细看得很 详细看内容 不过因为它收的好像是 就是在ICU的 critical care的 patient这样子 然后里面是有包含 就是哈飞的病人 但是它的LVEF是 就是从 小于30到 就是都有 全区段都有这样子 哦 全区段 对对对 就没有特别是 而且它是看是 all cause mortality 那 它也没有看说 因为哈飞尔在住院的比例 等等之类的 比较不太一样的 是回溯性的吗 好像是 对 看一下 好像是回溯性的 研究 嘿 不过因为我还没有看 详细的内容 所以有可能 就是可以再细读一下 这样 不过确实 确实在目前的话 我们自己这边的practice 也是没有 也没有在使用这个部分 这样子 嗯 好 那我们 对对 谢谢提供这个讯息 给我们做参考 那这样的话是 第二个部分是说 就是 呃 因为就是 ESC的 大概在2013年的ESC 大概是建议说 再早期就是出院后6周内 要积极强化治疗 就是 就是目标的剂量 这样子 所以他是 他其实是想问说 目前的话 改善上面建议有四处 就是我们的 4PILAR的部分吗 那我们是会有建议说 比如说加要的顺序 或是增加剂量的顺序吗 因为 哦 确实会 可能会卡到我们健保 解剂规范的关系 所以有可能就是 比如说SGOT 2EVT跟RN的部分 可能我们在加要的选择上面 可能就会有一点点 呃 会不太一样 然后另外他也问说 就是心跳 呃 最低心跳 耐受的部分 会不会觉得 就是大概建议是50到60会太低 好 呃 我先讲 Hurry的部分 我第二个part的回答 我先回答就是前面 呃 顺序的部分跟 就是给付上面的困境 这样子 顺序的话 其实很多人探讨过这件事情 大概从 啊 这样 到底是几年前开始吵的啊 反正应该 大概在疫情 前吧 疫情前就开始 就是有人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一开始 拉第一枪呢 是那个美国 那个什么 呃 Packard跟Miller 就是教授这样子 反正他们就发了一篇 就是说 那他觉得应该要怎样 呃 怎么样加这样子 好 然后就有一些debate 跟一些研究这样子 对 呃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2023 呃 呃台湾心脏学会 哈费的改来这样子 嗯 他对于不同的sequence 跟呃 combination 其实有做一些整理 但是 我 我 我觉得啦 而且以临床上的Packard来说 我觉得 顺序 我觉得要看病人的状况 因为如果你可以像我刚刚分享的那位病人你可以马上就是几天之类全部加上去那当然最好啊那根本没有什么顺序可言啊 嘿 因为我们就给他全部都拱了皮这样子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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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觉得重点是你要在月短时间内把四个加上去倒不是说哪一个优先而应该是说优先是取决于这病人他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譬如說好它今天如果腎功能不是很穩定的話 那我可能但是整體的Hemodynamic還OK 然後Congression也都很Stable的話 那BehaBlock其實是還OK的選擇 理論上它對於RenoFunction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那ACIARBARNIHT2Inhibitor 那就要看狀況了 通常如果沒有插到什麼Stage 4 Stage 5 其實我們也都會把LowDose先就是踹上去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真的是要看狀況 我覺得重點是你一開始就是先LowDose 你可以每一個LowDose都全部一起加上去 而不是加一個抬萃 然後再加第二個抬萃 然後再加第三個抬萃 就是現在不建議這樣子做 原因在於說 原因在於說 那個Dose還沒有到4Dose之前 它那個對於Hallocom的效果就會出來了 就是他們有研究過這件事情 像是那個ARB跟BehaBlock好了 你大概用了25%的Target Dose 其實它的那個 它的好處其實就會出來蠻多的這樣子 那當然Hallocom的效果 你根本沒有什麼抬萃不抬萃的問題 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如果是以ACIARB BehaBlock來說的話 就是你不需要用到很高的劑量 其實你就會有一些好處出來 所以基本上就是會優先 能加就加 然後你全部都Lodos沒有關係 這樣 那至於說 健保規範 我們有的時候 然後有DM就加Hallocom 沒有DM我們有的時候 會問別人要不要自費 對 然後他只要過那個一個 他其實只要付一個月啊 對對對 也差不多 其實付一個月 欸 我們這邊還能接受 因為就是有一個期限的嘛 不是 對對對 因為時間有點趕 所以我可能要再快速問一下下一個問題 對不起 等一下 那個Hard Rate部分我回答一下 Hard Rate部分的話 50到60 其實還蠻OK的 我們病人其實我們把它降到50幾 都還蠻可以tolerate 我自己Hard Rate50幾 我也沒怎樣 好好跟你們講 只要是症狀蓋的 就是症狀蓋的 就是如果說他有 他是Asymptomatic 對不對 他是症狀蓋的 Bericardia的話 那你就真的是要去調整 可是如果是Asymptomatic 然後五六十其實是沒有關係 好 那 欸 再來是問說 如果病人沒有辦法tolerate Asymptomatic Asymptomatic 就是Rust incubator的時候 會不會建議改成 Hydrolazine 再加上 SOSO5 Mono Nitrate 好像 嗯 不知道 一天 這邊會這樣改 其實Consensus pathway上面 其實是有這樣建議的 就是說 你其實沒有辦法tolerate Asymptomatic 你其實是可以考慮 就是那個 Hydrolazine 跟那個 跟 ISOSO5 Dynitrate 嗯 對 其實應該是Dynitrate 喔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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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o Nitrate 這樣子 對 所以 其實是 的確可以考慮選擇 但是 老實說我覺得那Pill Bird的蠻大的 就是他們其實已經吃了一把藥 然後 對對對 然後這個組合就是另外一把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我們 比較長的做法就是 如果他真的是 那個hypertension 蠻 就是那種年輕人 就是 嗯 有一些是哈菲勒是年輕人 的那一種 所以他可能是 嗯 就是 uncontrolled hypertension 造成的那種 Hard failure 然後又有一些什麼 Storking history 那些人 通常那些人血壓還 還蠻高的這樣子 那 那 這種人就有機會用這個 好 那 再來的話是說 就是 不知道你們有 就是有使用 就是他原本是有AVIV的病的 然後 那他原本 在加上Hard failure的話 那他你們會 就是會 EVIV的部分 還是會繼續使用嗎 或者是說 就是應該要避免掉 對啊 他是說 背帥有AF 還是後來有AF 嗯 看一下 他沒有寫到這個情況 他沒有寫 呃 你如果確定是 EVERBODY引起的AF 的話 那我覺得你當然就提掉 嗯 但如果不是 他如果是背帥有 AF 原本都有 然後他 而且你是persistent AF 嗯哼 其實 其實有 有人 有RCTO 只是不是針對 Hard failure病人 他是針對 persistent AF 然後去比較 EVERBODY 這兩個要對決 這樣 然後 雖然效果上來說 是 EVERBODY引 然後EVERBODY輸 這樣子 但是EVERBODY其實 就是 還是有RAID control的效果 這樣子 因為就是 他不只是在SA note 有 那個 FUNNY channel 在AV note 其實也有一點點 就只是沒那麼多 這樣子 所以你要用 你可以 就是 不是不能用 而是 你不會把它當 firstline 就是你是那種 用了其他了 都 沒效的時候 你最後才來想 這個東西 但是通常 如果你要 你要用在這種 persistent AF ray control的話 那個劑量通常 不能太低 不然那個效果 不會出來 是 好喔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再 挑一個題目 就是想問說 就是 有沒有醫師堅持使用 因為剛剛有介紹 有一些藥品可能會 使阿菲爾惡化的部分 比如說 像我們現在有個 副方的組合 Q-10的部分 會不會有醫師堅持 要使用的話 那你會建議他換嗎 或者是他原本就是 用了Q-10 但是他可能用了 因為哈菲爾在住院 這樣子 你會建議他換藥嗎 會 會 簡單的答案就是會 我會把他進去換掉 那如果醫師堅持 他就是不想換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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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真正 那麼大的一切 那我覺得我該講的也 小姐 就是 就是 該來建議拿出來給他看 因為是該來寫的 好的 好像都有 滿多這樣的經驗 所以有醫師可能就想說 喔他不想改 這樣 好 不過我們臨床上我也是 我自己 不管是我還有其他的 高醫的同仁 他們也是會都 會建議就是要把它換掉 這樣會更好 好 那最後一個 來問一下那個SGLT2 inhibitor的時候 在2024年的AZC的感染師建議 停用詳情劑後24小時後再開始使用 但是臨床上偶爾還是會遇到病用的狀況 其實因為這個部分的議題就是有點尷尬 因為像我們家我們也是會滿常會遇到說 就是會有擔心會有Keto Acidosis的問題這樣子 然後 所以有的時候在SGLT2加的時機點的部分 好像有點就是臨床上也沒有這麼的就是確定 所以不知道你這邊沒有什麼臨床上的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樣子 我們之前也有就是蠻早就加的 然後結果後來 結果後來就AK 當然就是那時候Diuretis的劑量 老實說我們就是那時候 然後 因為Condriation的狀況也還沒有relief 然後Eatropyl也還在這樣 那只是Eatropyl已經在Taper 老實講 對 然後 已經在Taper的階段 然後但是Diuretis還是 劑量還沒有到很Stable 然後那時候加了SGLT2 而且那幾個病人大概年紀都不是很 很輕的那一種這樣子 大概七八十歲 大概七八十歲 對 所以 我覺得 真的會有風險 你要不然你就是 停用24小時 就是不用一定要等到24小時滿 我覺得就是 但是意思就是說 你大概要確定說 這病人就是整體 Perfusion是OK的這樣子 因為 Organ Perfusion就會決定說 你會不會有 有包含 Acidosis出來啊 或者是 會不會有 AKI的情況發生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這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還是 這種還是 可能緩一緩比較 比較好 要不然你就是要有 非常強大的 AC5團隊去 去很注意這件事情 這樣 所以不然我覺得 那個 HOT2造成的Ketoacidosis 其實滿 難在 第一時間 就 發現 對 因為 這種病人 Metabolus Acidosis 有太多原因 你要怎麼能夠確定 已經這個藥造成 對 好 好 那 我很想最後偷渡一個問題 是 目前就是 Fiori-Reno 哪一個 那個 Fiori-Reno 那個在Reduce Eggersion Fresh 有這樣的角色嗎 就你的 哪個哪裡哪裡 什麼 那個最後面的那個倒數 第三個 Fiori-Reno 在Reduce Eggersion Fresh Fiori-R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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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感覺 還在做 哦 好 所以你覺得有希望 對啊 我覺得應該是有希望 就等 等出來的結果吧 好的 好 好 它應該是我們未來的一個新的星星這樣子 對啊對啊 好 其實我們音樂用很多Favorite 哦 真的哦 好好 因為我們 不是他Favorite的病人 不是他Favorite的 就是DKD的 對對對 OKOK 好 好的 非常感謝Eggersion 最後的 幫我們回答這些問題的部分 然後 最後再提醒大家 就是要記得填寫 上網填寫滿意度調查的部分 然後 之後的話 這個影片也會之後 會放在我們學會的網站當中 大家也可以去上網去再去做複習的地方 然後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那個聆聽這樣子 然後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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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